解放军东部战区战机一架架起飞 目标台湾要进行实战演习 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离开后 大陆说的反制才要开始 我现在不担心 我现在不担心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周围的台湾人开始担心 那我就我也开始担心 TVBS独家访问到美国新闻网站 SEOS首位驻台亚洲记者贝书尹 他长期观察美中局势 而三个礼拜前才来到台北 马上就遇到美国25年来 最高层级官员访台 一连串的军演恫吓 以外媒的角色观察 大陆可能想借此警告其他国家 我认为中国的最强悲 在关于Pelosi的召唤 是因为它是为其他国家 开始送台湾更高级的官员 所以他们在这种很强的例子 只是中国大陆一次次文攻武克 早已让区域国安紧邻大作 大陆实弹演习 紧邻南海的菲律宾担心会受牵连 不过国际媒体也点出 情势是否升级还要观察这一点 外媒分析北京实际上也不乐见冲突加剧 恫吓力道要到什么程度才喊停 是两岸间短期观察重点 TVBS新闻洋情婆婆会于台北外电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